吉吉林委社区热林中心 于日前在吉吉林新宫 举行热林趋势研席及卡拉OK等的活动 让长辈们了解未来生活的趋势 让晚年生活都能健健康康 今天特地要感谢我们南德县政府的 长青行动服务车来到我们林委社区热林中心 尤其热林中心每年的一个活动 在今年做一个正式的一个节目 我们今天主要由我来讲解 我们整个热林的一个趋势 藉由这个研洗 让我们这些长者知道 未来老化的一个趋势 让他怎样藉由我们整个活动的一个内容 来促进我们健康的一个老化 本次活动以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为主軸 并运用各种活动课程的方式 让长者们都能快乐学习健康乐活 让他们知道自己每一个人 天生我才必有用 要活到老不只要学到老 只要学到老才能够活到老 让大家都能够活得很健康很快乐 尤其要呼吁他的这些长者 他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 都能够到我们这个热林的原地来 共同享受他们营法的一个生活 我们创办了很多的学习课程 歌唱的课程 还有整个书法等等才艺的课程 我相信在我们学习当中 让他们快乐学习忘记年龄 参与活动的沈先生 非常感谢陈昭玉议员队老人的用心 也很高兴参与活动 让长辈们的生活更有趣 我们感谢这个陈议员 办这个设计这个活动 让这个老人家不会有无聊 来这边学习做包子馒头 然后又唱歌一些活动 我们还是非常感谢陈议员 给我们这个机会 县议员们都非常关心 长辈生活的议题 并期盼借由热林中心的课程 让长者们都能活到老学到老 健康乐活 记者曾经好 集一集采访报道